90、信報財經新聞,中銀料好價售南商穩中大升 2015年7月20日一週回顧B04公司透視帶售中銀香港02388 出售南洋商業銀行股權,以於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掛牌 抵價定為680億元,掛牌至8月25日 抵價明顯高於市場估計,出售經財政部批准 可能對定價給予意見,中銀出售南商消息 於一月底傳出,當時中銀表示正進行一項可行性研究 審視業務及資產組合,結果或將導致出售一星銀行資產 於5月下旬,公布可行性研究,以進展至成熟階段 以出售南商全部股權 與此同時,中國銀行03988及中銀亦各自審視整體策略 有意進行業務重組,將中行在東盟部分國家的銀行業務 及資產轉讓於中銀,於時機適當時,將令行公布 估計出售南商後,重組業務將較明朗 南商市國有資產 中銀規定買家需符合多項要求 買家必須為國家企業,佔股權多於50% 總資產不少於1400億元人民幣 股東權益不少於400億元人民幣 於中國內地及香港受監管的金融機構 總資產不少於800億元人民幣 並且於最近三個年度有連續營利 並無受到行業監管或政府部門儲罰或相關交易所譴責 亦要求買家與中行及中銀不構成直接競爭 於去年底,買家及相關企業的貸款或存款 不大於中行及中銀的貸款或存款的25% 成交可能高月底嫁南商於去年底總資產3039億元 負債總額2690億元 淨資產349億元 2014年營利27.51億元 最近獨立估值為546億元 現定價680億元 價估值高24.5% 按估值計P、B、1、24倍 按賬免證資產計則為1.95倍 市場認為定價過高 事實上,市場過去的估計只是400億元之譜 但據報潛在買家最少包括月秀及殉達 估計對底價已有默契 其中月秀以籌早80億美元620億港元 過度貸款以支持收購 約掛牌後續有買家加入鏡頭 而說最終成交價略高月底的 可能性存在香港銀行出售 是買賣雙方接觸初商價格便可決定 南商市國有資產儘管買賣各方仍會接觸初商價格 但仍要財政部批准 相當於財政部對售價有決定權 批准出售後 中國相關機構對產權轉讓的批准 中銀出售南商 其後再無該項收入 而出售所得 相信不少於南商的貢獻 同時獲得一次過收益估計約260億元 相當於每股資產正值增加2.4元或14% 這四出售後即時受惠 另外 亦有利於資本充足比率 可應付巴赤凱爾三的新要求 亦可提高股息比率 2013年降低股息比率 由62%降至48% 中銀價為保守 預料不會即時回升至62% 但有望提升至50%至60%之間 至於特別股息 組增討論 不會派發太多 中銀已發行股份105.7億股 每股派0.1元 以示10.57億元 中期業績筆記口望中銀出售南商 並非減縮而是業務重組 中行早已透露將東盟地區若干業務授予中銀 則中行應是最終套現者 不則常言常市公司任何活動 均有利於大股東 中資股同樣如時 因此 中銀出售南商後 將儲款以待 等候大股東主資 以便拓展為地區性銀行 就現況分析 前景可以逐漸樂觀 畢竟於香港的發展已佔有飽和感 東盟地區則發展潛力較佳 近期股價高位是6月的33.3元 大跌市增錯至26.7元 現在來看英市最佳入市價位 掛牌消息公布後增升至32.1元 佔復九官 現價32元 往績P13.7倍 息量3.5厘PB191倍 完成出售後 將降至1.67倍 預料短期穩中大升 但對不久後的中企業職不記厚望 此後的發展 看縱行的主資條款而定 大致可看好中長線 大小號港股分析號公司透視中銀料好價 售南商穩中大升 博物館 開設